《武神主宰》第5761章 骷髅会 南园之地虽然是距离南十三星域最近的一座城池 但路程依旧十分遥远 哪怕是以萨罗耶的矫程 也得需要赶路不少时间 好在 秦晨并不需要太过着急赶路 而是仔细地感知着 这宇宙海中的天地和种种大道规则 无比坚固的空间 秦晨伸出右手 微微感知 旋即猛地向下一滑 哗啦 四周的虚空在秦晨恐怖的手掌切割下 顿时如同连衣一般荡漾起来 好似一颗石子砸入了弧面之上 激荡起来的连衣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来 形成恐怖的毁灭力量 正不断飞略地萨罗耶吓了一跳 以为有什么强敌来袭 看到秦晨只是在试验虚空强度之后 才松了口气 可眼角依旧抽搐不已 这可是宇宙海虚空啊 无比坚固 正常大地根本无法将宇宙海虚空撕裂开来 至少在科莫多寿族群之中 只有那些大地巅峰的长老们 凭借天赋神通 才有可能将宇宙海虚空撕裂开那么一丝 可现在秦晨仅仅是随手划拉 便激荡出如此可怕的连衣 这等实力 至少相当于后期大地境界级的高手了 难道这一位大人 是后期大地境界 撒罗耶心中揣测 和秦晨接触久了 他能感受到秦晨身上的修为气息 其实并非如何恐怖 可根据之前父亲 潘古拉降临时的表现 这一位秦晨大人 展露出来的特殊 甚至不逊色于父亲 这让撒罗耶 对秦晨的感官只有一个 那就是神秘 不管如何 这一位大人的来历 必然极其特殊 跟着他 我的未来极有可能会有不同一般的变化 撒罗耶心中默默道 安心赶路 秦晨自然不知道 撒罗耶心中涌现的诸多念头 只是在细细体会着四周坚固的空间 我轻轻挥手 虽然只是用了百分之一不到的力量 可竟然只是激荡起丝丝连依 看来这南宇宙海中的空间坚固程度 比起南氏三星域的确强了不知多少 秦晨心中感叹 默默感受着空间的强度 无数的空间规则涌现他的脑海 如同一张巨网一般 被他一点点地摸清 他曾得到过灭空大地的传承 对宇宙海空间之道的理解 本就极其深邃 此地出入宇宙海 立刻开始领悟起这宇宙海的诸多规则来 此外 这里的时间法则也和初始宇宙截然不同 在初始宇宙 秦晨甚至可以做到逆转时空 可在这宇宙海中 秦晨想要影响时间的流速 难度却远超初始宇宙 不过 此地的宇宙海天地法则 却是无比的清晰 比起我在初始宇宙观测宇宙海法则 清晰了何止十倍 秦晨心中流露出惊喜 初始宇宙 毕竟只是从宇宙海诞生的一个原始宇宙 而浩瀚的宇宙海 才是真正的汪洋 只有彻底掌控宇宙海的无尽法则 才能让自己的修为更进一步 跨入更高的境界 如果我能早点来宇宙海 怕是突破大地的速度 还要更快 秦晨默默道 不过玄机他又摇头 境界并不是唯一 用古地前辈的话说 我在初始宇宙和冥界 所经历的一切 是我成长起来的真正根基 并没有任何的浪费 地基打好 大厦才能建得更高 秦晨也只是随口感慨一下 便又继续陷入修炼之中 一丝丝的宇宙海法则 被秦晨不断凝炼 仔细观看 仔细感知 第一次来到宇宙海 秦晨自然如痴如醉地 感悟着所有的一切 这却是让萨罗耶 感到了无比的疑惑 大人这是 秦晨所提炼出来的宇宙海法则 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宇宙海法则 萨罗耶这些年早就看透了 要知道 宇宙海法则不是看得多 就能感悟的 有些人哪怕观看一辈子 都无法领悟哪怕一丝 而萨罗耶作为恐怖的科莫多兽族群 只需要不断地成长 无需太多感悟 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境界 这是他们族群所天生的神通 时间流逝 在前往南原之地的路上 秦晨他们也经过了许多的心域 这些心域都形态各异 有的如同一座座金属城池 恢弘无比 有的心域中 到处都是枯寂的星球 如同原始人一般的生活 还有些 甚至是一些纯粹的矿物星球 用来培育材料的 一旦成熟 这一颗星球 便会被采摘 熔炼成材料 此外 秦晨他们 还见到了许多的生灵 一艘艘隐秘气息飞顿的非洲 在浩瀚虚空中穿行的强者 甚至还有一些类似 天罚拥兵团的宇宙海盗 在厮杀着 掠夺着 秦晨都悄无声息地经过 默默地观察着一切 终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之后 秦晨一行 终于接近了南原之地所在 撒罗耶 你对这南原之地 有多少了解 秦晨询问 大人 我也是第一次前往这南原之地 只知道 此地乃是一处中立势力 附近 许多强大势力在此地都有固定注点 算是一个星空交通枢纽 也是一个战略要地 撒罗耶急忙回答 至于其他 属下也不是很了解 哦 秦晨皱了皱眉头 还以为这撒罗耶 知道很多了 看来 具体的事情 只能到了南原之地 才能了解了 呼 片刻后 前方出现了一座古老的大陆 这座大陆 威俄浩瀚 如同一座庞大的世界 屹立在这南宇宙海的星空之中 散发着惊人的混沌气息 这里就是南原之地 秦晨微微惊讶 本以为这南原之地是一座城池 没想到 居然是一片大陆 当然 我们现在 就进入南原之地 撒罗耶说道 哄 他的身躯威俄 如同一头巨鲸 直接扎入到南原之地的浓郁混沌之气中 降临这方庞大无边的大陆之上 轰隆隆 撒罗耶的身躯庞大 却没有丝毫的掩饰 在这浩瀚天地间横冲直撞着 瞬间惊动了 这南原之地 外围的无数异兽和修行者们 那是 科莫多寿 难怪敢如此嚣张地 在这南原之地横行 下方无数异兽和超脱修行者们 被这股动静惊到 纷纷隐藏身形 面露艳险 他们都是一些在南原之地外围刨石的蝼蚁 在这危机重重的南原之地 只敢小心地进行一些采摘和猎杀活动 岂能像科莫多寿一样肆无忌惮地飞掠 以他们的实力 在这危险重重的南原之地 敢这么做 怕是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因为这需要的不仅仅实力 更是恐怖的背景 萨罗耶却是没有任何的感慨 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行动 在南原之地内部的某处山谷深处 几名超脱修行者 正经济看着四周围拢过来的一支队伍 眼神中有着惊恐 我们是南原之地太一圣地的队伍 此行只是外出搜寻一些药材 新时还请诸位给个面子 一名浑身铠甲的领头 超脱艰难抵挡着 我们太医圣地 必定谨记诸位的恩情 愿意交出过路费 只求留下一命 这名超脱心中经济 眼前的这一群围攻者 身上各个身穿黑袍 胸口绘制着骷髅的图案 正是南原之地 一个极其恐怖势力 骷髅会的成员 骷髅会 是南原之地的一股地下势力 其会长乃是南原之地中的风云人物 此行他们护送太一圣地中的 一位重要小姐前往南原之地 谁曾想到 竟然被骷髅会的人盯上了 是巧合还是有意 领头护卫心中惊怒不已 如果是巧合 只能算他们运气不佳 还有和对方谈和的可能 可如果是有意 说明有人向骷髅会发布了任务 专门来截杀他们 消息走漏 那后果怕是严重多了 他们这一群人都要危险 希望只是一个意外 领头护卫想到消息走漏的下场 心中难免忐忑不已 然而围攻他们的骷髅会成员文言之后 却是丝毫不留情 彼此配合着不断下杀手 很快的功夫 太一圣地便有数人被斩杀在这里 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 这是故意在下杀手 根本不给缓和的机会 这样下去不行 拼了 能杀一个是一个 那领头护卫 对着周围成员怒喝说道 同时巧声传音给一旁的 一名装扮成成员的女子 焦急道 小姐 我们的消息应该走漏了 这是故意有人来截杀我们 过会属下拼死也要杀死几个 你抓住机会赶紧逃 话音落下 他不等对方回话 已然癫狂杀出 杀 有几名成员直接冲出 浑身流转恐怖的大道规则 封了一班杀向骷髅会人员 拼死而战 想拼命 就凭你们几个 突然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一道漆黑的丝线 如同夺魂的弯刀 在虚空中墨地掠过 化作一个半圆切割而过 那太一圣地冲出来的几名成员 眼珠子直接瞪圆了 他们的喉咙之处 一根根血色丝线浮现 破 一个个脑袋冲天起 无声无息中化作积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